欢迎收看本期的时刻 在柯文哲案里边 当然有两个最关键的人物 这两个最关键的人物 就是柯文哲跟沈静静 而沈静静到今天的表现 让很多人跌破了眼睛 越大本想说 你沈静静好日子过惯了 你一直都是锦衣玉食 你怎么可能承受了这个牢狱之灾 而且你已经77岁了 你身上有很多的慢性病 还有你身上有很多的皮肤病 这个有多重细菌的感染 这个多重细菌的感染 你随时可能有拒血症 甚至有败血病 这个会整直要你的老命 而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 为什么沈静静到今天 还要坚持到底 为什么沈静静到现在 还是半步不让 让很多人大祸不解 但现在随着各种的资讯 慢慢揭开之后 你赫然发现就是 沈静静跟柯文之间的关系 非同小可 他们之间的同名状 有人形容 那根本就是用鲜血来写成的 他们的利益纠葛 完全超乎外界的想象 本来我们讲说 你只有一个金华城 如果只有一个金华城 你八百是不行 你还有七百多 你当然还有庞大的利益 在这么庞大的利益 这种专门下 你为什么不承认 后来大家才说 不对啊 你就算金华城让了 你后面还有万大国财市场 你就算万大国财市场 结束之后 你还有社会宅 甚至你到了最后 整个社会宅的保全 也都被中共拿去 你如果翻开柯文哲 最后四年 他所有的承包 所有的利益 根本就是为了 威京集团来量身打造 如果真的是为了 威京集团量身打造 那他们两个的利益纠葛 就不是简单的金华城 也不是简单的几亿元 就可以说得清楚 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 谁敢出卖谁 另外一方都可以把对方 打入地狱 更不用讲说 这两天传一个 让我更跌不远近的事 我最早跑的就是捡运工程 没有想到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发生地震 地震的时候 捡运环状线 在这个所谓的钢梁 出现偏移 这个钢梁竟然也是中共做的 而在中共做这个钢梁的时候 竟然没有验收 而且它完全不符合 当时它设计的标准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的市政府 也就在柯文哲市政府里面 居然没有任何球场的条款 这真的太可怕了 所有的好的利益 柯文哲几乎都给了 等于沈静晶 能图利的 能给的好处 全部给了 他们之间这四年 到底干了哪些事情 这四年之间 他们的利益纠葛 到底匪夷所思 到怎样的程度呢 走 整个案情发展到今天 很多人对于沈静晶的态度 觉得不可思议 你都77岁了 你有麦静病 你还带着尿管 甚至这两天传出来说 你有多种兴趣的感染 你怎么到今天 还硬到这种程度 甚至刚刚讲到 明天 忠实话还要开记者会 忠实话要开记者会 按照吴董的 这个所谓的诠释 他说 我没有退让 我还要开记者会 直接跟你银行团对干 我要跟你政府对干 我要跟你北减推干 那就来了 到底什么样的状况 让沈静晶 现在一步不让 你的整个江山 是遥遥欲坠 你的江山 是受到了整个 检掉的系统 整个银行团的打压 难道你不怕吗 你听你讲 我才知道说 原来 沈庆晶跟柯文哲之间 不是一个金华城 他们有很多事情 绑在一起 他们的利益纠葛 就像绑麻花一样 整个一层一层的 纠缠在一起 纠缠在一起以后 谁也不敢出卖谁 谁也不敢说的谁的话 因为 只要任何一个人 出卖谁的话 另外一方 都可以将对方 打到死无葬身之地 没错 事实上今天为止来说话 沈静晶呢 其实他已经身体非常不好了 还爆发了所谓 多重细菌的感染 结果他还是不说 有生命危险 他还是不说 那这样 柯文哲也是一样 他到目前为止 也是不说 所以现在显然 他们两个知道 我们两个彼此都不说 我们两个坚强的血蒙关系 可以维持下去 用什么 血蒙关系 对 为什么这样说 他们的头名状 对 用鲜血血成的 为什么 那目前为止来说 沈静晶呢 他也不准备要退让 明天的这个中工 还有这个所谓的中石化 还有顶月开发呢 他们大概有大几率的说 我们继续做 反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步伐 硬干到底 为什么这样说 抱歉 因为很简单 他们这个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 柯文哲还有沈静晶 他们牢恼的绑住了 不只是他们两个 彼此之间的关系 他也把整个台北市民 跟他们完全绑在一起 你说台北市变成肉票 对 台北市变成肉票 被柯文哲绑起来 对 送给沈静晶 为什么这样说 你要说 这次爆的话 那只有金华城 好 不是只有金华城 还有什么 万大雨果市场 对 这也是中工做的 另外一个 信义县的东野 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信义区的工程 也是中工 另外一个双子星 虽然说是这个蓝天德标 但是工程是中工 另外还有新北环状县 现在出包 也是中工做的 另外还有 行山路的社宅 也是中工做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 目前台北市的 大部分的社宅的管理 也是中工 所以等于是 你中工真的出问题的时候 我经过这个整个 这个所谓危机机场 出问题的时候 台北市你的工程 你的这个 这个很多工程 你也会停摆 所以说 柯文哲跟沈静晶 现在变成 你泥中有我 对 我泥中有你 两个人 完全绑成死结 对 好 我现在沈静晶说了 我说能够得到什么 我能够得到什么 我宁可就不说 反正我跟你 应该到底 那柯文哲也知道 因为我就算 在金华城让了 对 万大是国债市场 我跑得掉吗 对 万大是国债市场 我跑掉了 那社会宅 我跑得掉吗 社会宅 我跑掉了 那我新义县的东沿 我的新北黄队线 对 我跑得掉吗 原来 他们早就绑死了 对 所以对他们两个来讲的话 沈静晶知道 如果你只要柯文哲不说 我就绝对不会说 反正我们就牢牢的 绑在一起 这个利益太过庞大 因为柯文哲可以说 在第二任任期 几乎把所有台北市的 重大工程 很多好处 全部都给了沈静晶 全给了 所以现在沈静晶 他当然知道 好了 我跟他讲 除了津华城之外 现在有几个案子 大家在讨论 第一个就包括说 新北黄队线 黄队线的话 11年4月地震的关系 就歪了嘛 歪了之后 现在还知道说 原来是中共做的 那中共做的 他当初呢 就原来要耐震6 他就没有打到耐震6 结果那样 当时的台北市的监狱处 就说 我们没有为他这个验收 当初验收 没有所谓的自证 没有验收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只能够插屁股 插屁股是怎样 因为你没有规定这项 所以你现在要我这个 要我修 OK 你要自己出钱来 这个太可怕了 今天柯文哲对审计计上 金华城你要多少容积率 我给你了 今天万大国在市场 我为你量身定做 几楼以前 绑标绑给你了 更可怕的是 新北环状线 我连验收 我连验收都可以放水 对好 另外一个 你刚才讲到万大鱼国市场 它是给我盖到五层楼 上面那些所谓冷链啊 停车场都没有盖 所以他就 没关系 你先盖下面 反正上面 我还是照样给你 现在脚腕插屁股 他要追加五十亿以上的预算 这个跟很像 还有哪一个 信义县东延啊 原本信义县东延 要从这个 这个象山站 再往后一延 延到这个广石医院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想到 现在这个东延的 这个柯师傅 反正就摆烂不错 他就一直延 延了之后 现在中工就跟你说 要我盖可以 你要多给我预算 又要钱 对 所以那这个 目前为止 就是这样捆绑在一起啊 因为你都已经 让中工做了 那让中工做的话 反正我现在就摆烂 摆烂的话 你要给我钱 不然的话 你市政府 你是运作不下去的 所以柯文哲 对沈静晶 有一个SOP 也就是 有球兵 你要什么 我给什么 你精华镇 要多少容金率 我给你多少容金率 还有 我现在帮你绑标 绑标 我把最大的利益 绑给你 更可怕的是 刚才讲的 今天我不但给你追加预算 火赛市场给你追加预算 新一线东燕 给你追加预算 这个预算就等于说 你要多少钱 现在不够对不对 没有关系 慢慢的我就会加给你 更可怕的是 今天你就算出了问题 我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就全部放水 对而且他认体的 最后一年的时间点 他把我们的 所有的供 色彩呢 把这个所谓保全 把它分拆 分拆就是说 要大的公司才能做 所以这有谁能做 中工能做 然后我都全部都 大棍都给中工 所以在最后任期的 第二任里面 他是这样对沈静晶 所以沈静晶当然知道 除了你收我这些钱之外 因为我跟你 利益绑太深了 所以我会跟你讲 只要你不说 我就绝对不会说 我再怎么样 我绝对会挺到底 那也请你挺到底 因为就算刚刚讲 沈静晶如果金华城 就算让了 你就算金华城 咬出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在 很多案子 都可以把你咬出来 所以他们两个 现在是绑在一条川上 我如果攻的话 你们就毁灭 你毁灭的时候 同时沈静晶也毁灭 他们两个全部都毁灭 台北市也毁灭 所以现在等于是 他们两个绑住台北市 大家反正完全都不说 目前为止 这个恐怖平衡 并没有被打开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开呢 这就是他们两个 可能会说的一个重要关键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是会决定 硬干到底的一个状况 可是柯文哲 这样太恶劣了吧 刚刚讲的 你以素人之知 你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 台北市民对你有期望 台北市民让你搭了八年的市长 结果你回报台北市是什么 你在台北市没有建设 你在台北市没有发展 你给台北市没有任何愿景 你在台北市这几年 你居然还输给高雄 结果你还把台北市 这么多重要的建设 当成肉票送给人 老姐我跟你讲 为什么他们不敢讲 第一个 沈静晶跟这个柯文哲 我们刚才讲那么多层关系 不是只有金华城 你认为万达与国市场 没有对价关系吗 你认为其他东西 没有对价关系吗 都有啊 所以我在说 你解开了金华城一案的时候呢 你同时也都把这些案子解开 这案子全部解开的时候 那是一个炸弹 一个炸弹 一个炸弹的爆 这个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所以他们两个都知道 你绑住我我也绑住 反正我们现在都不要讲 不要讲让这个关系下去 你检方顶多用这样的起诉我们 其实我们都没有讲啊 所以他现在 这种血盟关系 是很难被打破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说现在更可怕的是 你讲的 他已经把台北市政府 把台北市民当成肉票 带到肉票以后 我又最后我帮崩掉了 我两手一摊 刚才讲的 这些都是炸弹 对 他会在整个台北市 遍地开花 好你看金华城现在 你看已经有市议员在那边说 啊赶快不能让他停工 已经有人出来讲话 会摊陷的 然后还有桌边的居民说 要让他坐下去啊 你看这些就是压力 也就是说他们绑住了台北市民之后 这个是他们一个政治上面 保护他们的一个力量 所以才说柯文哲的最后 怎么这么坏啊 四年里面 他真的完全对不起台北市民 好 一开始我这样的 我们大家一直非常困惑 很多人问我说 沈金星怎么会这么强硬 他都77岁了 他有这么多的慢性病 他还要装尿管 甚至刚刚讲呢 你都皮肤病都已经有多重性性感染 你为什么还要应生到底 刚刚失踪就把我们点醒了 搞了半天 你不是只有一个金华城啊 你说这么多的案子 是层层叠叠地绑在一起 这么多案子层层绑在一起的话 我就算在金华城帮你柯文哲败了 那我柯文哲如果被打到地狱 我会摇死你柯文哲 摇死沈金星 这样子 大家一拍两散 谁也得不到好处了 这个问题很复杂 因为这个事情 你要这里好几个重要的点 必须要把它先找出来 第一个重要点是什么东西 到底谁是整件事情的主导者 不是沈金星 柯文哲 是柯文哲 因为我现在回忆这个事情 不对劲在哪里 因为我是很早 就跟沈金星找我去 就跟他聊天这个事情 之后 他们公司有个钱高干 钱高干也跟他谈说 你这个千万不要跟民进党政府作对 你就把柯的事情讲出来 他跟那个钱高干的说法 比跟我的说法更铁 我沈金星怎么可以出卖朋友 我怎么不干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出卖朋友 他什么时候这么在乎朋友 我听讲说你不是 早就是每天出卖朋友 怎么完全变得那么样子 够意思了 前几天听这个话听不太懂 今天我完全搞懂了 你知道吗 是谁叫他停下去 因为我跟他讲的建议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建议他跑路 我建议他跑 因为他在越南有投资 他在大陆有投资 他以他的投资 他现在出国去一个月两个月 看看风向再考虑要不要回来 对不对 就跟现在举止的情况一样 对 那不是这样看看 如果你还跟检察官可以谈判条件 他没有走 他没有走 因为当天你看 我们回忆这个案情的 这个搜索 搜索的总工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是殷小威在机场被拦截 被扣留以后 8秒27号 晚上第二天清晨就干了 对 对不对 很快第二天就干 所以殷小威被抓这个事情 消息是被封锁的 没错 没有人知道 消息被封锁 然后突然间就冲他们家 所以沈静静当时还想逃掉 对不对 对 所以是来冲这个事情 对他什么意外 他为什么觉得意外 谁跟他保证没事情呢 柯 柯跟他保证没事情嘛 柯高估了他的巴西立法委员的力量嘛 因为有人跟柯文哲保证说 跟赖可以沟通嘛 对 他高估了他自己巴西的力量 他低估了赖清德的决心嘛 这个是来核心问题 因为整个事情柯的逻辑 跟我们不一样嘛 柯没有把它当做司法问题嘛 对 柯完全当政治问题处理嘛 你总预算要跟我谈嘛 你司法院的事情要跟我谈嘛 对 那么多事情 你没有我柯文哲点头的话 你说政府要瘫痪嘛 对 今天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瘫痪啊 瘫痪对不对 然后呢 没有退啊 那不退跟你干到底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柯文哲今天出庭的表情 沮丧绝望 对不对 你看紧闭双城 你说紧闭双城 然后那个牙齿咬着痕迹 就紧张了嘛 他已经知道 在他来讲 他完全误判错误整个形势嘛 他错误整个形势 就是把小省拖下水了嘛 那小省拖下 这省心机现在推不了了嘛 对 因为太大了嘛 退一件后面几件 没有办法退啊 对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更大的利益 你知道什么利益吗 后面的几件叫什么 因为我做工程 我老工程了嘛 这个叫做再建工程 再建工程什么时候 最后有一笔款 是完工后几付 对 有一笔大的佣金啊 前面有钱金 中间有分期付款的钱 后面有一笔 有几条大条的 你现在这个去抓进去关的时候 我跟你讲小省会不会给 不给啦 小省后面的赖帐啦 赖几十亿啊 开玩笑啊 我问你的双子星怎么会变成 我今天吓一跳啊 怎么变成中工去做呢 是他施工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谁逼那家厂商 要发包给中工嘛 厂商是得标厂商 他当时在投标的时候 因为中工也想要拿双子星啊 不给他给了另外一个 做电脑的嘛 科技公司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表示他们中间 是搓原子汤搓好的嘛 那谁出来搓的啊 那只有科啦 只有科原子汤搓得动嘛 所以这里面利益又很大一块啊 因为那个是那个预算啊 那个不受到民政府的 政府采购法督导啊 那个利益随便编个二十亿三十亿 所以柯文哲到了今天 他今天的表情 他才知道赖清德的决心 他以为说我可以跟你谈判 我可以跟你交易 可是赖清德那是一个 生死相堵的 所以赖清德的是 赖清德的决心 要杀柯到底的决心 让柯文哲是个意外嘛 因为中间有太多人在那边穿梭 因为台湾这个政治圈啊 喜欢在两边跑的人一大堆 跑来介绍东介绍西的 那柯有误判 柯误判之后 让这个谁 让陈晋晋误判嘛 让陈晋晋误判下去 那意义太大 他推不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 为什么我感觉 今天感觉到保 敢看断这个事情 那么确定的断下去 就是我看到他明天要开记者会 明天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份 有一个媒体邀请函 而且刚刚讲 他是跟鼎月开 鼎月开发一起开的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的负责人是谁 是陈锐荣董事长 陈锐荣以前当过经济部部长 我跟他也算是熟识的 那陈锐荣的个性 你应该很清楚 我应该很清楚 你不清楚 我很清楚 他是个老实人 他是领薪水的勾益人 这个记者会没有省清清 亲自下命令不敢开 这么大的事情 他在医院里面下命令 哪里有问题 他还可以下命令 他当然100%是小省亲自下命令 不是这个事情太大了 那下命令干嘛呢 冲突啊 还要干 就站到就是很简单 我明天告诉你 银行团不用说 要来问台 大家摊在地上谈 在摊在地上谈 不是在桌上谈 我就是打烂驴打滚 你们白党都无了 你把我咬掉 对不对 他不屌你的嘛 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命也没有 命也没了 我就耐皮嘛 我就变成丐帮帮主嘛 所以他昨天 明天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冲突作战的号角嘛 他先吹响给你看 他给谁看 给柯看嘛 他告诉柯跟他干到底嘛 还没抵 我还没退 柯现在怕他退嘛 他告诉柯他不会退了 那柯就老心猜猜嘛 所以柯在小省这一端没有破口 那就检方你要想办法 去找到举止或是李文中当破口 否则的话 这个事情照样起诉 照样用贪污制裁条件第四条 违反职务 然后行贿罪 一样判二十年判无期徒刑 但是你张追不到 因为那个 他们现在都没有明天 这柯也没有明天 谁也没有明天 有什么 只剩下钱 所以钱要保住嘛 钱大不大 钱非常大的钱 这个钱我当时我低估 大概搞个三亿五亿 现在不是啊 可能是三五十亿的钱 等于要分的 因为那么多案子嘛 每一个都在那边都灌水嘛 这个是可恶的一个做法 柯文哲可恶啊 这个坏到了极点 政府工程他要A 连这个BOT工程 他也A 就是没有五五钱不赚 五十万赚 五百亿也赚 坏到了极点 但是 手银腾也赚 但是 但是你收不到他的张 因为张款已经拿出去了 好 所以小平 看了刚刚讲 失踪把我们点提点的这个东西 我才发现 过去这四年 也就是柯文哲 最后这四年 根本就把整个台北市 编成了威京的殖民地 你要什么 我就给什么 发租借 发租借 当然你看 十一住行 娱乐全部全包了 你看我一个一个来 我简要讲 这个金华城 震慑到 连蒋望安 李四川都不敢停工 他力量有多大 好 你今天为什么我怕你 因为我怕全部搞烂了 我怎么连任 我蒋望安怎么弄 搞烂了嘛 案子太大了 他真的想把全部搞烂 当然 搞烂我钱要 吴董讲的没错 我几十亿保住比较重要 其他烂掉关我什么事 我管你那个蒋望会不会连任 今天 蒋望倒霉 前面的市长是柯文哲 全搞烂了 除了民调最后的民调台北市 能给都给 然后全部给发租借 然后割地赔款 这两个这两个勾结 所以这个祸害之身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台北市长 而且跟丐帮一样 到处刑起 到处要钱 什么钱都要 什么钱都要 这是丢脸 你知道吗 政治卡托 你知道吗 政治没有搞到跟卡托 一样这样丢人 你知道吗 你好歹是台北市长 顾顾我们议员 跟250万人的颜面 好不好 我们首都 被弄成什么样子 你看 我随便讲一个小东西 柯文这的脚 是被弄成卡托的 卡托 我随便讲大的不讲 我讲个最小的好不好 中共保全 中共保全 我们法国会通过 有议员就附带决议 说保全是一个社区 一个社区 甚至有心理辅导 带小孩 那个总干事很重要 不是 全部打算 弄成四个标 东西南北标 然后他就标到 标到六成 他两年拿到1.3亿 他缺现金 党狼 你知道省金金 而且更夸张的是 中共保全 赚小钱嘛 拿现金 给阿伯的钱 中共保全也有出道 有啊 你知道吗 这个9.3亿也有他的钱 真的假的 真的嘛 你看 你再继续看 所以前面的4.3 加后面的5亿 中间的4.3 里面有 中共保全的 我跟你讲 检察官只剩一条希望了 就是9.3亿 朱雅虎全部招出来 这个 真的他在招一半嘛 我不晓得招多少 你再看那个捷运 那个环状线 上次地震5级 对 公共工程 台北市的捷运 要6级 不用白子黑子血 基本款好不好 没错 当然 我跟你讲 瑞士地震以 5级跟6级 只要差几倍 差30倍 因为地震是30进位 你可以搞个 差几十倍的强度东西 你歪掉 你有看过5级地震 捷运会有钢粮歪掉的吗 当然没有啊 再来双子星 这种大事情吧 这造价要七八百亿 才干得起来 郝隆斌的时代 那第一名叫太极双兴 不是被干掉了吗 钱不够 那第二名是中华工程 那时候呢 太极双兴 不是好龙斌被打翻 为什么打翻 是沈庆经 把资料给殷晓威 把同党的市长 打到死为止 你们回忆一下 十年前的王室 是这样子吗 当然吧 我也接到检举案 殷晓威就打了嘛 我们后来 在评估的时候 他就干了嘛 好 那结果呢 结果怎么样 也告好龙斌你知道 好龙斌不屈服 好龙斌双子星 我就不给你做 然后这个进化者 我也不屈服 我就392 好龙斌多硬啊 回到这个软骨头 柯文哲 软骨头嘛 今天 你凭什么拿到 七八百亿的营建工程 都讲好了 绑好了嘛 而且重点是 你为什么可以拿到 这个东西 今天我给他 他的公共工程 品质是差的嘛 对 我跟你讲 环南市场 我们都是万华人 环南市场 他去标啊 标环南市场 一百亿标不到 所以才要绑这个 雨果市场 我被禽热 你知道吗 雨果市场的那些 各个摊贩 礼监事 哎呀 颐完啊 放开软了啦 不要再追弊案了 好不好 拜托 如期给我们新的市场 你是万华人员 你怎么办 压力很大好不好 所有都变成 柯文哲的肉票了 全部 我想十一住行舆论 全部他的 这加起来多少钱啊 加起来上千亿啊 你下一任市场怎么办 你就很简单 李四川 你敢把他全部 把他杀到底 台北市倒了 不杀 独职 你这要讲完怎么办 很难做啊 好 所以说啊 其实看这个东西 我也昏倒了 没有想到 你新北的 这个所谓的环壮县 他都然是 新北的环壮县 我们都记得说 今年发生了所谓的地震 地震了以后 他的这个桥梁 开始偏移 偏移想说 本来这个是干干了 多久 本来这个已经在保护器里面 我过去长期跑这个所谓的捷运 当时木炸县 你去看木炸县 现在有很多的钢壁 有很多的钢梁 那怎样 你中间只要有几个裂缝 我就非要叫你给我补好 现在只给我偏移 你当然要补好啊 现在中工居然因为柯文哲 跟他签了合约的关系 柯文哲第一个放水 没有履与 没有履堪 第二个 没有真的验收 第二个就是 我今天该给你的要求 在合约里面都没有吗 对 很奇怪嘛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事情 都傻眼了 而且我之前在五月的时候 我已经调了公文了 公文里面它有一条 合约上面的公文有一条 不可抗力次因素的话 就不在保固期内 不可抗力次因素 很像天灾 天灾这种就不可抗力次因素 所以他认为地震就叫天灾 所以不可抗力次因素 所以不在保固期内 虽然我保固期是在115年 跟你不能说 你下个毛毛雨 你就给我漏水 你不能 因为你是高价的 高价里面的这个车厢 是容易漏水 你不跟我讲 你总要有一个标准吧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个毛泥嘛 就是你在合约书里面 放水放得太夸张了啦 是因为这更好有个地震 但我不希望有 就忽然间有了以后 它还是可以避掉啦 它就不用履约啦 而且当时呢 它得标厂的金额是137亿 然后有四家厂商投标 然后以价格标 以低价标为主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毛泥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报告一下 接下来这一张 就是我心意冬延段 冬延段当时呢 招标的时候是用整个区段的工程 所以里面呢 不是只有冬延段那两段而已喔 还有包括其他的 除了土建工程水电工程 全部包在一起 还有这个新庄县的大桥头的那一段也一起 总共标的是48亿 可是当时呢有四家来投标 大陆工程黄昌还有中工跟泛亚 就用最低标的部分得标 跟这个刚刚那个新庄的 新北市的那个一样 就最低标的部分 你知道他拿 他写多少吗 他写48亿 然后48他写最低嘛 所以他得标了 得标了以后 最重要是问题在后面 你知道吗 他居然得标以后要写合约 居然变更契约 变更契约给他50亿 那我当时写50亿的时候 我就得标 我就得到啦 可是他不是 他写48亿 结果变更契约50亿 那50亿让他做 那不是跟外大国菜市场一样吗 那你说其他的 那三家厂商会不会生气 当然生气 那我到时候我写低一点嘛 我写47亿嘛 那你给我50亿嘛 因为我们的预算是编51亿 所以你如果给他50亿 还是合理的范围内 所以我以后都写第一标嘛 我写的月低月好 可是我签合约的时候 我用变更合约的方式 我直接写高一点嘛 反正在预算范围内就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恶劣的一个行为啊 怎么可以让中共用这个方式 像雨果市场一样 反正我先盖下面嘛 要盖上面再追加预算就好 可是柯文哲以前不是讲吗 最恶劣的就是追加预算 可是他对于特定厂商 专门追加预算 然后我跟他讲说 那我们这一段是什么时候盖好 明年年底才会完成 所以我刚刚还在问捷运局 那请问一下 那你明年他要再给我追加多少钱 然后那钱怎么编 他说钱反正就有 那一段没有做完 这一段就补给他啦 哪有这种东西的 是 所以我才说嘛 中共所有的标案都是这样嘛 反正我用底标来标嘛 标到了以后因为 最佳预算 再最佳预算 那不能的话就是挖东墙 补西墙再直接用很多的 巧利明目再给他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 我认为这个 柯文哲认内 其实最恶劣的一个行为 所以为什么全部都可以看到 你看我们光捷运的标案 他就拿了多少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还有社宅 社宅在盖 那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地检讨 每一个社宅 尤其是中共等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对蒋湾来讲 那不是地坑四半坑 不会吧 我要把你停工 那就变赖尾楼 我不要停工 我也有可能有公安的危险 可是我不停工 我又会被骂死 没错 没错 那接下来捷运也是同样的嘛 我捷运要不要继续盖下去 如果你不让我盖呢怎么办 如果有公安疑虑呢 捷运是知识体大 捷运可能不是只有一个精华层 捷运是公共工程 所以他到时候一定会再用 这样的方式来热索我们 过去这四年 也应该讲 他的任期八年 最后的四年 他对审计经济真的这么好 是啊 我知道 我实在 从精华层案子我们才发现 真的我们完全傻眼 而且这个傻眼的程度 我觉得历任 我在当议会 我们在议会那么多年的时间 我没有看过一个市长 是这样搞的 而且呢 是整个结构性的绑在一起 也是说我今天 结构性的绑在一起 刚刚这不是就结构性吗 对 他不是只有精华层 他还有捷运 他还有社宅 煞血维蒙的官山勾结 对 然后呢 我觉得柯文哲是因为 他失心风 是因为他一直 一心想选总统 那想选总统的时候 我今天要干嘛 我一定要赶快把 我要网罗更多人给我资源 今天呢 我成立一个民众党 我用民众党的名义 然后再募很多款 然后很多钱 是不是真的 进到民众党的 口袋里面 不晓得 所以说民众党的成立 是柯文哲第一个魔戒 这个魔戒在他手上之后 他就完全变一个人了 但是他就利用 我说蓝白盒 那时候为什么不能蓝白盒 我跟你讲 后来他发现 其实我可以自己 我现在是总统候选人 钱是到我身上 我今天跟侯友宜合的时候 没听懂 他叫两亿美金 国民党当时没听懂 对啦 没听懂 然后呢 因为国民党从来 没有接过这样的案子 好 那再来呢 我如果变成是富的话 请问一下钱是给侯友宜 不是给我啊 那我当然要当正的嘛 所以呢 我当时不会跟你蓝白盒的 原因在这里嘛 如果要是蓝白盒的话 我钱不会给你啊 企业都给你的 都给侯友宜的 给国民党 那我民众党算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呢 这个魔戒是在柯文哲心中 用所谓选总统 陈立民众党 事实上就在为自己 为自己图立自己的一个方法 我们跟阿伯今天 从北索出来 已经没有之前的意气风霸 是鬼民 傲徒徒 然后非常的沮丧 那想说阿伯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阿伯到底这个悲惨的命运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说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导播就是这张照片 当阿伯开始的魔人样 以前 以前这个阿伯的时候 我的衬衫是乱的 我是高腰裤 我看起来就跟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差不多 可是 当你开始 要剪一个六七块的头发 开始你要挂橘橘 开始你要定制西装的时候 阿伯不一样了 阿伯也有开始悲惨了 不然不然当今天 看文哲不戴眼镜 然后一个眼神 像是零肉分离一样 感觉我是谁 我在哪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连想自己的悲惨命运 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某一个时刻 那个时刻叫做 当阿伯 想要变成阿霞的时候 他的悲惨命运 就已经注定完了 阿伯变阿霞 对 他动心歧念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了 2018年的时候阿伯 重新的连任的时候选上 有没有他穿什么 高腰裤 我跟妳讲裤子 一定要穿得非常高 穿到肚脐 然后呢 皮带也是这样乱七八糟 而且特别是这个衬衫 我是在这不明 所以你仔细去看 柯文哲2018年的衬衫 你很难找到一件是白色的 都是这种脏脏兮兮乱七八糟的颜色 不是 而且没有一个衬衫是烫平的 对 加上他的头发 都是皱的 他的头发跟衬衫在比赛 然后眼镜就是这种我们讲的 斯文精四框眼镜 感觉是这种二十年前才买得到的 这才是大家印象熟悉的阿伯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设就是你去炸卧店 你去便利商店 你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个阿伯 走过去拿着报纸 就是长这样嘛 但不对 到了2023年 到了后期的时候 阿伯心态转变了 保鲜哥你知道他想要体会什么吗 他想要体会 当阿霞的 当阿霞的感觉 他想要了解 你可以做官规啊 有钱人的快乐 为什么扑石窝且枯燥 我好想懂 所以你看阿伯不一样了 开始头发set一颗六千块 眼镜呢 之后也会再换 然后绑上啾啾 他的西装呢 开始是合身的 而且是韩版的 量身定做的 除了后面的垃圾袋之外 完美无缺 所以你知道吗 阿伯为什么会开始变这样子 他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他的心态不同了 我现在要做好的了 我是有钱人啊 我现在跟我的朋友都有钱人 我不能再警衣夜行了 对 我不需要了 他有句柯文哲 你还记不记得他的记者会讲话 那句话是他的真心话 绝对对的真心 不是谎话说 我现在也不用装钱了 我就买了起1.2亿的豪宅 我就是阿伯了 不然是要怎样 所以你想想看 柯文哲从这次开始 不是 而且 我这时候听到什么 他说去替一个头毛 替一个头毛 六千块啦 对 而且保德哥 你讲到一个重点 我怕死 这个六千块的头发是哪里来的 就是各位这一颗 高级油头 对 就这颗头 没糖 也没膩 就是一颗 就是六千块 完全就纯刀工六千块 只有加头毛而已哦 加一个头毛而已 千块 对 而且向盖宵的 不好意思 又是一个 黄珊珊 完蛋 遇到黄珊珊之后 柯文哲的命运开始悲惨起来 因为他找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叫做Andy 就是Andy是谁介绍的 黄珊珊介绍的 因为黄珊珊跟这个设计师 认识非常久 他说不行啊 你看这是之前的 柯文哲 你看黄珊珊在后面 还在监君 后来经过剪完头发 剪个六千块头发 阿伯真的就不一样了 对 阿伯就像 我现在有阿伯的感觉 为什么一颗头六千块 而且他有没有花钱没有 黄珊珊说 哎呀 我这多年好友赞助 从头到尾全程在盯场 而且不只这样子 阿伯还换了什么 西装也换了 换成是谁 陈佩琪 我们当牛现在出来了 当牛不可以看房子而已 他不可以看房子而已 他不只是会看房子 他会干嘛 他说我来拜托我老公 跳一个老字号西装 我们讲什么GOOZY啦 ARMANI啦 什么名牌很贵的 没有这个更贵 量身定座 这是量身定座 这是KINESMAN 那种量身打造 我直接把柯文哲身形量出来 腿特别粗 因为特别有力 他把他这样 全身上下 打造着说 我要3D立幅 让衣服更服贴 黄珊珊又请自己介绍 他还亲自介绍 所以大家跟你讲 这个头发 黄珊珊介绍 搞了一个头要六千块 光是 加头目而已 就什么钱 马上说 你头目是你加的 我马上找了一个 老字号的西装贴 我找了一个总统 今天裁缝士 我赶你整个裁缝 从这份打造 黄珊珊说 你老师傅裁缝 我马上找了一个 时尚新潮的西服店 用3D立体扫描 我来帮你阿伯 衣服更贴身 这是战争啦 对 好学生怎么变坏了 你知道吗 遇到坏同学 坏同学开始 我跟你讲 要穿这就下扒 你脖子要下来 要这么下扒 所以柯文哲你知道吗 黄珊珊开始跟他洗 不行 你不能那么怂 你要当有钱人 你已经有钱了 你现在要变成有钱的样子 柯文哲 阿伯就瞬间变 但最错误是什么 戴上这个 腰膜的眼镜 这个眼镜有问题吗 当然 这个眼镜协理协气 我跟你讲 这个眼镜是什么 这是圆框眼镜 所以圆框眼镜很错 有什么大不了 没有 他叫做 东条阴姬狂 各位东条阴姬是谁 就是日本二战那时候说 要偷袭珍珠港 最后在战争罪 犯了重罪 被绞死那个人来 头号战犯 你仔细看 这个有没有一模一样 小小的圆弧 圆圈圈的眼镜 然后呢 就是粗框 慕子文 就客户着 他就是戴上 东条阴姬 对 所以他的下肠命运 变得跟东条阴姬一样 那有人讲说 不对啦 他是跟徐志摩一样 后来讲 徐志摩比较好吗 人家最近死亡了 徐志摩 然后穿着西洞饼 你对吧 你都举这种不吉利的相声 所以他们讲说不对 特别是阿伯 戴上这个眼镜 因为你想想看 过去阿伯 2014年也好 2018年也好 都是这种 我们讲的 这个 公公松松的 这种眼镜 那一样连选连任 突如其来之后 他开始想要当阿霞之后 保际哥戴上这个眼镜 他的悲惨命运 就一路到了现在 真的 但我跟你讲 保际哥 人哦 开始衰了 不是只有衣服 不是只有打扮 你知道为什么吗 柯文哲不是说 这样子我就赶紧做阿霞 他后来办了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 演唱会 他演唱会 我现在搞懂了嘛 我们都现在在讲 他那个一来一去 一来一去的 演唱会那个几百万 你觉得他有要洗钱 有效用到演唱会吗 他只要他演唱会干嘛 他坚持一定要唱 而且他认真准备 你有没有看他演唱会 那一天的衣服 诶 说我败败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就这个 有没有 你看这个衬衫 也是爬哩爬哩 你看那个头发 又是六千块的 对 他剪过头发 才在这边表演的 而且你看后面有什么 宰哥宰武报 他要实现自己的愿望 就是说 做一个阿霞 我如果想要唱歌 我没去哪个手 我没去凱里面 我要办一个演唱会 哦 这样我才会去拍嘛 待会在你理想说 他回来也就跟我讲 我有一个心愿 我的心愿就是要办演唱会 他是玩真的 不然哥 这代表你知道什么 他玩上瘾了 他欲望在膨胀 诶 一般人有心愿 我想说我只想要开一台车 我想要买个房子 阿霞的心愿就是说 不是 我现在好的人 那我不用了 我的心愿是 我要开市场演唱会 哪有人有这种心愿 是不是阿霞哥你懂吗 我现在终于看懂了 为什么柯文哲要办这个 宰歌宰舞 因为他特别喜欢去逃出演唱歌吧 但不过于 他一定要办一场 不是 我其实如果觉得 他以前是那个阿伯的造型 一个高腰固 因为那个圣衫永远烂烂的 我真的觉得 他那个时候蛮可爱的 没有 我要不要开演唱会哦 我还要穿那个定制的西装 我很好奇 那这个到底是定制的西装 还是黄珊珊那个3D立体的 当然是黄珊珊把他找的 把他设计的 把柯文成拿出这种品位 所以各位你要理解这个概念 以前柯文哲 为什么他唱歌 大家觉得很好笑 因为你公公松松 偷偷的 对不对 只有一个阿伯 一个台北市长 然后这样很笨拙的样子 唱个歌大家觉得很害羞很有趣 但柯文哲这一次 为什么那时候讲 演唱会是他民调开始下跌 开始滑跳路开始 因为大家开始发现 不对 阿伯变了 这不是我是杀阿伯 我的阿伯不是这样 这变作是荒野人 这变作阿诗你唱歌 阿诗你开支你唱歌 所以后来作为各位搞懂了 为什么票价要8,800 因为柯文哲希望自己 阿诗的美梦 可以一路发发发 好 所以不同 刚才讲的 这两天很多人讨论 阿伯怎么会落到今天那个下场 有人讲 那个眼睛有问题 你什么眼睛不搞 你干嘛搞一个冬条阴智的眼睛 有人讲不是冬条阴智 那是徐志摩 徐志摩也让人家最近死亡了 好 那重点来咯 他想说你这有眼睛的问题吗 没有啊 以前你是高腰裤 他最喜欢嘲笑你就是 你有高腰裤 结果你的衬衫永远是这样子暖暖的 你的鞋子永远是那个 高 有一点嘛 怂怂的 结果你现在变形难了 他说原来从阿伯变成阿详之后 你的悲惨命运就开始了 另外一个快乐的开始 我跟你讲在美国再讲 美国国会山庄里面的参众议员 当参众议员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三件事情 一个叫做money sex power 因为权力嘛 money就是他现在有了很多钱嘛 第二项是什么 sex 爬妹嘛 演唱会我到今天才搞懂 为什么办演唱会 因为演唱会去拔嘛 就比较方便嘛 那个魅力无穷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懂的东西嘛 因为我一辈子都是在媒体或是经商嘛 你知道爬妹最方便是什么 歌手 歌手的感觉啊 这个为什么 这个戴力林问他 刚跟他认识问他说 那科匹你想我帮你办什么比较好 他说我要办演唱会 他说我跟你讲 他说他要干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money sex power 三件事情的第三个元素 叫做sex 第二个元素 那实际上是本身的那个 美力 男性的魅力 男性的 剃片 我不知道 男性的魅力 我不会讲 就是有特殊的男性的魅力 为了他把妹比较方便而已 他有一个幻想 这个幻想是属于权力跟性欲 跟金钱三位一级的幻想 好 其实当阿伯开始改变造型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提出警告的 你说 不肯啊 阿伯不肯啊 结果真的是如你所预言的 而且 阿伯悲惨的命运 真的就从这一刻开始了吗 这个话题我第一个讲 而且我还去看了一下 2023年8月 他一换造型我就讲了 去年8月 对 那现在就已经10月岁 是一年多以前了 观众朋友 其实因为 美丑喜好 这个其实基本上都很主观 那我要跟观众朋友讲的 因为刚刚宇宣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些评别 你看一下 这是后来的柯文哲 然后原本的柯文哲 就是电视场这个 我特别挑那是2018年的 连任之夜 为什么挑2018年连任之夜 因为2018年的时候 谁知道他会赢 那个时候还有丁守中 对不对 然后韩国瑜在高中都赢了 但是我那时候 我记得保洁那天晚上开票 你在开票我当老闲 我撑到晚上10点半我还讲他会赢3000 有没有 因为我就觉得他那个态度跟那个时候的feel是对的 就是这张 导播你把它拍细一点 他的腰间有一个什么东西 大的手机 其实他有两支 挂在那里 从以前当台大的建设议事 就是挂在那边 挂的手机 为什么随时ICU要call我回去 随时接电话 然后他住在这个中正区 为什么 我随时骑脚车扮要去顾病人 看叶克摩 然后我的头发随时乱乱的 因为我自己是有没有时间顾头发 没有时间 然后如果你靠近一点看 柯文哲就是他眼镜就是 连眼镜上面 他可能都有些指纹乌乌的 然后还有身上一定要有一支笔 你去看哦 随时都一定有 我不跟你乱抢 我们当电视台记者都要飞翔西 一定有一支笔挂在身上 有时候插在这边横的 有时候有没有看到 这是竞选连任之业 是不是关键的 还有一个皮带 皮带要又老又大又怂又高腰 这就是柯文哲 观众朋友 我现在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们现在把柯文哲的精华层 跟他真的先抛开 我们现在就讲这个 整个政治人物的人设 他的人设就是什么 就是隔壁的阿贝嘛 为什么他叫阿贝 他是隔壁的阿贝 你会叫郭台铭叫阿贝吗 不会 不是大老板吗 我会叫他爸爸 你也不会叫沈青青 你也不会叫沈青青 叫阿贝 你也不会叫贾博斯 你也不会叫主客 我都不会 但是他就是阿贝 为什么 因为我突然要上学了 我到楼下的时候 隔壁阿贝 下来以后我骑脚踏车 我是高中生 他也骑脚踏车 我坐公车 以前我二次上高中 每天坐20度 真的就跟柯文哲一起搭公车 所以你的人设是这样 搭公车骑脚踏车 然后你的造型是这样 表示什么 你全心全意的为台北市民 我没有时间管什么造型 吃饭很快 几分钟 这些都是铺牌就是这个人 情政爱民爱乡土 他没有再搞这些别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因为2018年其实是惊险的 民进党派了姚文志了 但他惊险过关 那我常常讲一个例子 我相信官朋友能懂 都已经连撞到北风北 没有人跑去上厕所 还换内裤的 我就在顺啊 我的造型 2014年是不是这个造型 这个造型 2014年是不是这个造型 然后2018是不是也这个造型 是这个造型 所以两次选举 尤其2018非常惊险 你都还是赢了以后 你的人设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要改 那现在看起来是黄珊叫他改 因为黄珊大于剪头发 然后剪了头发 黄珊叫他改的 黄珊因为黄珊自己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乱讲 他自己有上广播节目讲说 他觉得应该要改变造型 然后要给他弄头发 好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黄珊这种事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呢 所以我们评论员就讲我们评论 当然也会被攻击 但我的看法很明确 他已经这个造型连续赢两次 而且台北市长 然后也成立政党以后 准备迈向2024的总统大陆了 你突然给他来一个 整个大逆转 本来我是一个武生 突然变成是 对不对 变成是文若书生 就不对了 你书生以后 你让他拿盾牌 他还打不赢的 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老杰克 台湾政治路最怕的就是什么 是500块便当 穿平鞋高档踏不进水 对不对 那你本来已经是那个状态了 连赞当时惨就惨在那里 他的500块便当 然后被讲到 开始臭掉 另外就跟他讲的 穿一个好的皮鞋 当时宋楚瑜 那个水已经到他腰身了 他穿了一个 那个所谓的青蛙装 然后那个什么 结果连在 那个动作 又脱回来 皮鞋太高档了 就踩不下去 踩不下去就没票 所以柯文哲原本的人设 他的政治人物的形象 是跟你我一样 是住在隔壁的阿伯 那些政客都是高档的 然后开黑头车 拿到擦尸人肉 阿伯如果这样 他为什么要变阿修 还是阿修 才是他的身心的终极愿望 他就是要做阿修 他可能在那段时间 第一个可能被 应该不是可能 他被黄珊说服 被黄珊说服 叫你去改造型 然后刚刚我们放个影片 导播如果还在 就要放影片 去做西装的时候 他最大的一个跟你我不同 我也没有在腰间挂那个 挂那个手机 那个西装师傅第一个就跟他讲说 这要拿掉啦 拿掉就不要了 然后穿这个西装 他就已经不是你我的状态了 他那个西装比我现在 连上新部穿的都还更高级 我这个西装一件才1000块 对不对 他去做西装多少钱 第二个他剪头发 来保洁哥这重点来了 这里牵涉到他没有警觉 他的失败从这边开始 他剪6000块的头 这件事情 你知道后来怎么跟都要论述吗 因为我是觉得不好看 就不应该这样改 因为加上眼睛不好看 但是不管好不好看 6000块 我去剪头发 150他去剪头发 6000块 那我也只说这样不好 你剪150 150对 到现在还是150 好那观众朋友 6000块讲完以后 他讲说反正你没付钱 老公 这让你讲违汉 150的头发 对啊 我真是剪150 这不会骗人的啦 但是6000块的头发剪完以后 他的回答是说 因为是黄山的朋友 说没付钱 这不是重点 保洁哥 不是 他的重点在这里 你说你第一次没付钱 那他背后后来 为什么发型都这样子 难道你每次都不用付钱吗 不是啦 对啦 对啦 老公 你讲这没错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 当你已经做那样的消费 比如说连赞吃500块便当 也不是他自己去付钱 他当个行政院长 他让副总统吃那个钱 也是公务预算 可是呢 你吃了那样的东西 你的生活跟一般的庶民 不同就拉开距离的 你的造型 你的西装 你的眼镜 你的6000块头 跟一般的庶民拉开距离 让他原本最强的部分流失 他居然没有精觉 如果他有一天 去参加一个什么晚宴 走红地毯 就一个晚上而已 我觉得是加分的 因为很惊艳嘛 阿B也没有每天穿的内裤 在台北市 晃来晃去啊 可是他那时候 麦克尔杰森跟宋琪丽 他就一天就好了 如果你是一天就算了 可是你后来 在总统大人期间 你改编成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对来讲 并不是加分 那当然这个是事后在讲 我事前有发现 后来看起来 当他换了造型以后 他的运势 的确没有变得更高 明天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 股份有些公司 明天有一个媒体邀请函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份 有些公司 跟鼎月 两个一起要开记者会 你为什么这么敏感的时间 你能讲什么呢 是啊 宝洁哥 我其实是认同刚 我指教总长所讲的 开这个记者会目的是干嘛呢 破冠破摔冰得了啦 我跟你讲 不然为什么 冰明之前那个连带银行说 我们有提出这两个条件 结果后来那时候 陈锐荣说什么 他说我回去研议看看 对不对 那一部研究看看 就研究看看 怎么研究出来 突然之间要开这个记者会 你的意思说 如果他要接受就接受了 我反正就按照银行谈 怎么说我怎么办就好了 你干嘛开记者会 对 而且今天有一件事情 也不寻常 除了就是说从八月到现在 中石化 中工股价 都跌了两三成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之前不是讲吗 他们总共在高雄 有四块土地 卖了八千多瓶 然后把它切成 就八千多瓶的土地 它分成四块再卖掉 今天突然有一个新的讯息 什么新的讯息呢 其中有一块 八点二亿所标下 这个四百五四瓶的 这个诚信自然人标的这一块 竟然不履约 不履约 不履约 他不买了 他不买了 那大家会想说 怎么突然之间不买了 然后就有人想说 阿玛丽啦 就给我的同意 都开玩笑说 都你把人家讲的快倒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的人有两种立场 没有 它没差啊 反正你地可以卖过 你只要地是干净的 你的地的权状 清楚的 我花钱买 那个地就是我的啦 资本主义的铁拳要来了 他这个溢价多少 有的溢价到66% 有的溢价到2 30% 他心里想说 是溢价了 溢价吗 他心想说 你现在在缺钱啊 现在继续来说啊 我告诉你 有时候是这样 你要卖东西 如果你本身很有钱 然后大家都知道 你很久 这个卖台的 现在发现 你每天在走3点半 你够用抽营 这个好 这个好 趁你币 要你币 要来台地吧 对 资本主义的铁拳 可能就要来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大家简单来讲 大家看你稀嘛 就是说你没钱嘛 当你没有钱 当大家觉得你需要钱 当大家觉得你缺钱 缺钱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之后大家就开始观望 不管是说 我跟你讲 我跑财经新闻到现在 不管是税后化 行钱房司什么都一样 只追高 从来就不会追低 所以他今天为什么突然收手 而且这几块土地 其实都是溢价卖掉的 所以这代表着 是不是大家也发现 中石化中工 看起来他们的一个财务状况 真的现金周转不离 那搞不好我之后有便宜可以减 所以这四块第一个是 底价17亿 我卖了28亿 底价18亿 我卖了21亿 底价17.7亿 卖了18.84亿 你刚刚讲的这笔是 我是6.6亿 卖了8.2亿 太太美了 我还可以再杀价吗 搞不好可以再杀 情况有问题在哪里 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 这个缺钱 企业界缺钱很正常 但是企业界缺钱 你还要装的一副 好像不缺的样子 以前我都听过杨造林 台数集团的 以前杨造林讲过 他们那时候在弄六千的时候 是整个每天开门 就往海里面丢好几亿 好几亿 其实那个财务压力很大 结果他每天还跟人家 打高尔夫 他说为什么 不然我如果 就很紧张 早上这么拔 大家会借给我钱吗 你当然是要装的一副 矮云单风机 就是要看事情 问题是 他现在装不出来 因为全台湾人都知道 你缺现金